大家好我是瘟蹦 本部影片來分享一下 公會的討伐戰 命運大天使第92階 搭配了奶油泡芙餅乾的打法 這邊先特別說明一下 這個打法是來自於 韓國論壇官方的咖啡館 相關的玩家提供的文章來源 我也都會附在資訊欄還有致敬的留言 這邊特別感謝阿達達還有協助改良 所以打法上面可能跟文章來源的 稍微不太一樣 這邊特別說明 接著我們來快速看一下寶物的部分 寶物的話這邊是帶我們的鐘錶 還有我們的叉子跟我們的秘籍 然後接著來看一下我們相關配料的部分 那先講一下魔法糖的部分 這邊先講 墨魚餅乾的話這邊是加30 黑麥的話這邊我的也是加30 奶油泡芙餅乾的話這邊我是加20 所以其實整個隊伍的話 還有一定程度的魔法糖的要求 這邊先再三說明 接著來看一下我們配料的部分 馬卡龍餅乾的話這邊是完全冷卻的 冷卻的話接近差不多是24%左右 其他的話就成功你的暴率還有攻擊 墨魚餅乾的話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這邊是拉高屋的攻擊跟暴率 那其實我攻擊暴率的 配料並沒有到特別多 其實其他的話比較多都是攻擊跟傷抗 所以其實我暴率的數字並沒有到特別好看 然後再來冷卻的話其實墨魚基本上是不太需要冷卻的 我們這邊基本上就是3%以下 櫻花餅乾的話這邊冷卻是接近7%左右 然後記得攻擊跟暴率要把它升上去 就是如果玩家們你的攻擊跟暴率就是這個數字 你的暴率如果是10%以上的話真的非常的厲害 然後接著黑麥餅乾這邊特別講一下 冷卻的話也是接近差不多是3%左右 其實差不多2.5%左右就夠了 那再來的話重點就是把攻擊跟暴率這邊一定要拉高 因為黑麥他是主輸出 然後再來還有一點的攻擊速度 其實攻擊速度沒差 但重點的話是攻擊跟暴率要提升上來 然後接著奶油泡芙餅乾的話這邊冷卻的話就接近9% 然後其他的話就提高你的暴率跟攻擊 奶油泡芙的魔法堂再講一下好了 這邊的話他本身你放招他是根據你的暴擊率而提升你一定比例的攻擊力 然後接著也會依照你的暴擊率而提升全隊的暴擊傷害 先講一下這個暴擊傷害的百分比是必須要魔法堂就是你要拉的越高效果越好 但是我個人認為加20差不多就不錯了啦 加30我覺得已經有點溢出來了這邊先講 那接著就來看一下我們相關的實戰影片吧 再次攻擊中央 可以就會再召喚,所以我們站到多次攻擊而著 再次攻擊中央你打都是要求達的 再次攻擊中央走 這個可以使用自己的暴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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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鼹會討伐енным命運大天使 奶油泡芙餅乾的打法影片 影片就到這邊感謝大家的收看 製作露爺新的想法會再做更新 我是瘟蹦 下部影片見 掰掰